来走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访菲律宾 却传出了维安拉警报 因为有一个署名吕飞校友会的团体 卖下了菲律宾五大华文报纸 通批蔡英文是鹰派的台独分子 奉劝她不要在菲律宾搞台独 否则将给她迎头痛击 请看民事记者吴安琪中能明 来自菲律宾的卫星报道 蔡英文带转 入境随俗 带上迎宾花圈 蔡英文和前来接机的侨胞 热情高喊 动算口号 望我到差点把余天夫妇都给落在一旁 自治海报 侨胞变成小鹰粉丝 更不像访得其间 祝德代表不闻不问 祝菲代表李传通 早就等在机场瞻前顾后 必要的协助我们都会做 那蔡英文主席来 当然是没问题的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蔡英文来访李传通小心翼翼 除了因为菲律宾恐怖攻击传闻不断 在蔡英文抵达菲律宾前 署名吕菲各校友会联合会的团体 买下菲律宾五大华文报 整整四大版 以任何形式台独注定失败为标题 形容蔡英文是暴力小鹰逢中必反的鹰派人物 奉劝蔡英文不要在菲律宾搞台独 扬言要给蔡英文迎头痛击 让他知难而退 当地台商直言 这就是阿公的音乐 因为这边讲一个中国要蔡英文一定要承认九二公事 你说谁 谁要你承认九二公事 每一次有民进党重要的人 他们都要登一次 看起来是例行公事 那也凸显了登广告的人 他们自己对于这种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奋计 都没有去做好好的思考 那我们去菲律宾是菲律宾政府的事情 维安拉警报 蔡英文不以为意 但是当地台商马虎不得 请出九名警察真枪实弹 贴身保护蔡英文的出访团 要在风声喝力下 不让蔡英文的菲律宾行程出任何一点差错 明星新闻晚起中任 菲律宾随行采访报道